学IT 拿高新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大家好 我是马朗玉飞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模块化开发在实战中的应用 当天面上去启动他们的NoteJS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NoteJS的版本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不是的话我们就切一下 好 切完之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NoteJS的版本 就是我们想要的NoteJS版本 然后接着我们在这个框子通过CD 进到我们当前这个目录 我们要进到Sopping Level 进来之后第一个部分我在这去执行GAP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告诉我 这个GAP里面所有依赖的文件都没有 是因为我们之前在拷费这个文件的时候 将我们Note Models所有依赖的文件全部删除掉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我可以直接在这一方通过一个叫做NPM Install的命令 去下载它所有的依赖的文件 等待它下载完毕 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想要的效果 在这我们稍等一下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所有依赖的文件下载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直接通过一个GAP去运行 咱们这个项目就启动了 启动起来之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整个项目它运行的一个效果 这是我们之前实现的一个 但是注意咱们原来写的这个代码呢 它呢在编写的时候呢 它呢并不是按照我们所谓的模块开发去完成的 我们在这一方引入所有的JS文件的时候呢 都是直接按照咱们传统引入JS文件的方式去引入的 好 那这个方式肯定是不行的 现在我要把这个代码给它改成模块开发 怎么改呢 首先我们先把咱们的requind.js拷贝到我们当前的目录里面 因为我们要做模块开发必须用requind.js拷贝 拷进来之后呢 注意我们的GAP它就会自动监听 监听到以后呢 它呢会在DST的JS目录下 自动呈成一个叫做requind.js的文件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编写代码了 在一方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在这改的是外面这个index.xml 但是最终在一面上运行的是DST下index.xml 所以我们在这去引入任何的JS文件的时候 都必须以这个index.xml的路径为准 好 那么首先这些部分我们都要给它删除掉 删除掉以后 第一个步骤我们要给它进行模块开发 那么首先我们先在当前一面上呢 去引入我们JS目录下的一个叫做requind.js的文件 引入以后去设置它一步加载我们的数据 好 设置完之后我在这去给它设一个入口文件 这个入口文件呢 我们就把它写成是JS下的media.js就可以了 好 在这我去新建一个叫做media.js的文件 这就搞定了 搞定以后呢注意在这个media.js下 我要去配置我们引入所有文件的路径 好 当然呢 我可以在一方先去看一下这个文件 它有没有引入成功啊 我们在这直接通过console.log去输出一个加载完成 好 然后呢在我们控制台上去输出一下 看一下它最终的一个效果 好 我们会发现这个media就是它是加载完成的 加载完成以后呢 我们要配置我们当前引入文件的路径怎么配置呢 通过一个叫做require.js的这么一个方法去进行配置 好 在这写一个pass 那么首先注意 咱们当前这个项目在用的时候呢 我们是用到了一个叫做dequery的框架 dequery这个框架它是遵从amd规范 好 它是遵从amd规范的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就直接去调用酒去 它是当前目录下的dequery1.11.3 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的dequerycookie 这个dequerycookie它的路径是当前目录下的dequery.cookie.js 好 这就也搞定 第三个是我们的抛线 抛线也搞定 搞定之后呢 在这我们还得设一个操作 什么操作呢 就是我们的dequerycookie它是依赖于dequery开发的 所以我们虽然这些文件都是一步加载 但是我们加载顺序 什么顺序呢 我dequerycookie想要正常去加载 我必须等dequery加载完周才能加载 要不然它就报错 这个地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dequerycookie是依赖于dequery开发的 那这个操作我们怎么做呢 在这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设置 你可以在直接在我们的这个mate下面的去设置一个叫做snsam的一个属性 在这直接去设置我们dequerycookie和dequery的依赖关系 设置完之后 那么它最终在加载dequerycookie之前会先加载完dequery以后再去加载dequerycookie 你不设这个它不会这么去做 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的抛线方程它是不遵从amd规范的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呢要去设置一个抛线 大括号exprice冒号下滑线 这样的话就算你引入一个不遵从amd规范的js文件 你这么去设置完之后它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那这个js文件在分装的时候 就可以向我们原来的cookiejs或者to.js正常去编写函数 这是声明这个模块它不准从amd规范 也就是说它里面声明的时候不是通过dequery去声明的 这就是网络 搞定这个部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处理一些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首先是咱们的index.js 在index.js里面我们原来写代码是直接把数字代码写一块 但是现在的这种写代码的方式不行了 我们必须让它遵从amd规范 怎么遵从amd规范呢 首先第一步我们把数字代码给它剪切掉 剪切掉以后 在当前页面上直接写一个笔画 好 那么注意它要去使用哪个模块呢 它用的模块呢 一个叫做抛物线模块 一个呢叫做dequery模块 还有一个是dequery cookie模块 在当前面上这三个模块它都用到 那我们把这三个模块全部给它引进了 引进来之后呢 注意 首先咱们的抛物线模块 你可以直接用一个名字去接它 但是咱们的dequery和dequery cookie啊 在调用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简便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一个dollar 引入这两个模块 那么由于我们在用的时候 是用一个名字去代替两个模块的 所以注意 我们把抛物线模块写在第一个位置 要不然呢 它位置就对不上 那么接着我们在这去分装一个叫做index的方法 把我们刚刚编写的所有代码给它烤进去 考虑以后在整个函数的最后 return一个叫做index的函数 就OK了 也就是说我们把原来所写的代码 全部放在一个叫做index的函数里面 对外暴露就OK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切到我们的命鸟JS里面 好 那么注意 我现在去编写了一个叫做index的模块 它的路径是刚前目录下的index的JS 然后接着我要去调用这个模块 去实现我们的效果 做reql引入index模块 在整个回调函数的后面通过形成拿到它 我们去调用index上面的一个叫做index的方法 最后保存就OK了 模块还开发 但是呢 注意啊 咱们刚刚这个模块开发呢 它做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粗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把我们原来所编写的所有代码 一股难给它分装成一个函数对外暴露的 但实际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这些方法 如果在别的页面上还用的话 你必须把它单独分装成函数对外暴露 这样的话 能够增加我们代码的规定度 你比如说就像我们想要对购物车里面数据的数量进行计算 这个函数你就可以单独给它分装出来对外暴露 你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去用 包括我们加入购物车的这个操作 你也可以单独分装出来 你可以在多个页面去用 但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简单一点直接给它浓缩成一个就行了 这个部分搞定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操作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之前写过的另外一个案例也给它挪进去 谁呢 就是 我们的轮波图 咱们先找到我们的轮波图 这是我们轮波图的效果 直接把它拿过来 首先这个轮波图呢 它用的是Jekor 已经开发的 然后这是它的set样式 我们把所有set样式拷贝一下 拷贝一下之后 直接把这个轮波图所有的效果呢 放在我们的 这是所有的CNS文件 这个所有的CNS文件呢 我放在什么地方呢 放在我们index.sus 然后呢 注意我们在这做一个操作 警号 play 破壶 扔进去 就把它扔出来 你看着挺乱的 但是它最后呢 在生成CNS的时候呢 最后会点击生成的特别工整 这就全生成了 非常漂亮的CNS 好 这就搞定了 搞定以后呢 第一个CNS的样式我们搞定了 搞定这个CNS的样式以后 我们可以在当前H1页面上 引入我们的CNS的样式 引入以后呢 接着我们就可以在当前页面上 去实现我们的 表单的数据 把这个表单数据给它弄过来 放在我们当前页面上 放在这个轻轻购物车的按钮的后面 这个地方写完之后呢 注意咱们这些图片在当前目录上是没有的 所以我还希望呢 将这些图片的再给它拷贝过去 拷贝到什么地方呢 直接拷贝到当前目录下 它会自动去整理 直接拷贝到我们当前目录 好 随便放就行了 它会自动整理 最终整理完之后 我们再去防线一下 这个图片就全出来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图片呢 它上面有一个marking的150的一个像素 没关系 我们可以直接再点到我们的 index.sus 找到我们下面的这个片段样式 找到一个叫做marking的地方 好 这个地方marking 直接把这个marking给它取消了 变成零像素9K 这样的话这个页面就上去 上去之后呢 接下来我要去给它添加什么呢 添加我们轮波图的效果 那么这是我们关于轮波图所有的代码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代码给它复制一下 好 然后在这儿 新建一个叫做 注意我们在这方的要去进行新建 新建一个什么呢 新建一个叫做 banon.js的 js代码 然后直接在这地方写个什么呢 写个地方 好 注意 我们的轮波图它在实现的时候用到的一个模块是gequery模块 所以你直接把gequery引进来 引进来之后呢gequery和别的模块不一样 它比较突出 它可以直接通过dollar去拿到这个模块的对象 接着你就可以能编写代码了 我们在这一方的直接写一个banon函数 把我们刚刚的代码给它考进去 考完之后 最后将这个banon函数给它返回 就搞定了 搞定以后呢 这些东西我就可以都关掉 关掉以后就剩个谁呢 就剩一个我们的media.js 在media.js里面 先去配置我们刚刚 刚刚分装好的这个模块 配置好以后 在我们合适的地方 将我们这个模块给它引进了 引进来之后呢 在后面直接拿到这个模块 然后呢在这个函数里面去调用我们的 这个模块下面的单的函数 最后保存 轮部图就搞定 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页面就完成了 我们的轮部图效果和勾着效果 我们会发现呢 用了模块开发以后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空间打开 点到我们的network 在这我们重新刷新一面 好 那么你会发现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decore decore cookie 和我们的power线角 这一次这三个方法 它尤其仅加载了一次 什么意思呢 你会发现 在这个页面上 我们用了decore 在我们的index.js上 它用了decore cookie和power线 在别的地方也有可能用这些东西 但是你会发现呢 不管任何页面上 用多少次这个模块 它都只引入一次 引入以后 它就不再进行再次引入 所以它会把你引入的所有 这次文件的管理的特别的好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马龙玉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